政府将来习近保险的政策是担对100董以下的习近 其中小吃的虚拔专业保障 五座董以下的习近中佣保障6千块 管付保障百分之二十 渔船是渔民的最基本的生产工具 那针对渔船的部分的话 政府这几年来的话 推出渔船的保险的一个政策 那尤其是渔法或者三板的部分的话 那由政府全额补助 那因为这个部分是保费大概是每年大概四千块以下 所以这个保费比较低 由政府全额补助 那你的渔船如果说是在五十顿以下的话 那渔月鼠补助六千元的保费 那县政府的部分的话再加码补助百分之二十 另外较大型的五十董这一百董的时期 中佣保障八千 管付同款保障百分之二十 相关保障六万块 那渔船的顿位如果是五十顿以上 未满一百顿者 那由渔月鼠补助八千元 那县政府的部分再加码百分之二十 那最高补助是六万元 那这个政策是保障渔民的生财工具 渔船法的部分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工具 那时候如果有渔船不然天然灾害 也许是受伤伤都可以得到保险金的协助 在官府的鼓励下 分理官渔船的渔船数量全顾得 投入渔船保险以后的话 那如果遇到相关的一个天然灾害的部分 你的渔船受到 或者是跟渔船跟渔船之间的碰撞 或跟建物碰撞的部分 都可以获得理赔 从102年到103年 渔宁县投保的渔船的数量将近两千艘 那目前的一个纳保的一个数量是全国第一 那103年跟104年也有大概有7件的一个渔船 有受到天然灾害的损失 那也很顺利的都获得理赔 替渔船保险是政府一项保险政策 保障渔民的生命在三岸安全 所以官府保佑要不得保险的渔船 乖近办理保险的手术 记者渔船为曹王博德